独家影片,新光邦叶韦婷二年结三次婚,牵老爸受高雄喜嫁阳汪。 新光邦歌手叶韦婷跟大他18岁的加拿大金男友若帅琴长跑9年,宣布好消息,今晚将在高雄举办闺女演,他打去说,二年内结了三次婚,却都是嫁给同一人。 他说,已经在台湾登记加拿大结婚,而今晚他将跟养老公在南部举办闺女演,粗估婚礼费用约百万台币。 叶韦婷在婚宴开始前,下午先举办仪式,身穿白长沙的他露出性感美杯,由爸爸签注进场,他与爸爸深情相拥,留下感动的泪水。 叶韦婷说,结婚比扮演场会还累,为了安排婚礼流程,烦恼到失眠,也让他大喊不要再结弟四次了,而身材本来就还不错的他。 为了这次归宁宴,将C罩杯几成D9好辱,他今晚将邀在台湾发展多年的好友杜丽担任的婚礼主持人,幽默的风格替婚礼过程中增添了不少乐趣。 而今晚叶韦婷以西式为主,他将与老公跳第一支舞,为演唱会开席,而Alyn,小薰,Boxing,来明伟,张新杰等圈内好友也出席来祝贺。 叶韦婷回向求婚的过程,当时养男友Rush在家故意惹他生气,两人大吵一架后他干脆回房睡觉,睡醒出房门,就惊喜发现Rush在客厅用玫瑰花牌成mire me。 二人于2017年6月19日先登记结婚,同年12月在加拿大举办小型婚礼,而今晚将在台湾盛大举办闺女演,至于为何不尽早公布喜讯。 他表示,不想太高调,也怕对先生造成困扰,但后来老公全力支持他的演业事业,他才会公开一结婚的喜讯。 天后张惠妹,阿妹今无法到场,据悉,阿妹已在昨天打电话向他祝贺。 媒体关注叶伟婷是否疯子成婚,经纪人向苹果表示,叶伟婷的肚皮还未有喜,但目前确实没有避孕,生小孩一切顺其自然。 经纪人也打趣说,叶伟婷肤色较黑,而她的养老公肤色较白,未来小孩的肤色应该不会这么黑。 而叶伟婷原本想办简单且隆重的西式婚礼,但台湾的家人叫传统,因此今晚5点半将在高雄享温馨婚宴会馆。 席开三十桌,而今晚她将首唱新歌,好好聊天,经纪人笑说,她的原住民朋友多,担心婚宴变成封年纪。 叶伟婷去年接受苹果访问,回想出贱男友时,认为她像个流浪汉,血糊,流长发,还骑着重鸡,大野狼。 她当时想,我根本不可能跟这个人继续联络,事隔多年,她再次遇见她,她剪了帅气的短发,剃掉胡子,与过往完全不同,她笑说,人真的不要太铁齿。 她曾吐入不婚是因为男友体谅她若结婚了,恐将放弃演绎事业,男友家人已认定她是媳妇,不希望给她压力,她修红脸说,年近50岁的男友各方面都没有问题,只是爱喝。